杨有贵乳之恩 鸭有反哺之义 你听你说的那叫什么话 我没手没脚吗 要你妈来给我做饭吗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视频中这个被土蕾怒骂的女生名叫超超 那么她到底做了什么 竟引得土蕾现场如此愤怒呢 这一切要从其男友小齐的上场说起 因为四万块钱就要跟我分手 她那会儿就是刚刚毕业 我们本来打算已经有一点小继续去结婚了 然后她非要结婚前 说是她牙不整齐 非要去整牙 她闺蜜就说上海有一家整牙公司特别好 而且可贵呢 要四万块钱 你说现在谁整个牙四万块钱 乱花钱吗 对于小齐而言 买一些自己经济承受范围内的东西 她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女友花四万块去整牙 她就有些吃不消了 怎么算乱花钱了 一辈子结婚 就这么一次 我当然希望自己飘飘亮的嫁给你 那这四万块钱没有了 咱完了可以把这个钱补上不就完了吗 那既然超超的消费那么高 两人的经济水平又是如何呢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两千多块钱吧 两千多块钱挣四万 你得挣多少个月 你给我算算 没事可以让她 就是多打几分兼职嘛 你的牙干嘛呀 人家跟你一起补 那她跟我好 她是我男朋友 她又有这个义务呀 男朋友就有义务啊 那我俩不快结婚了吗 不是还没结呢吗 那她跟我好这么三年 然后我的青春都落在她身上了呀 你的青春就值一口牙呀姑娘 那也就四万块钱呀关键是 那也没多少钱我觉得 在超超看来 身为自己的男朋友 买一些东西送给自己 不是很正常吗 况且自己的需求也并不是奢侈品 怎么她还有错了呢 虽说女生爱美是天性 但二人刚刚毕业工作不稳定 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也就七八千左右 根本不足以支撑得起如此巨额的消费 所以赚钱的压力就全都落在了小琪的身上 可尽管如此 超超不但没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歉意 反而不断攻击男友赚钱少 最终为了尽快还清信用卡 超超竟还逼着男友辞去稳定的工作 那会工作是一份会计工作 当时下个月就要去转正了 然后她非要说是 把我会计工作的辞交 让我去跟她去端盘 你说这合适吗 你去了吗 我最后去了 当时你不愿意辞职 不就是因为你和你单位那个姑娘 每天稀稀歪歪的 女友不但不体谅还整日一身一鬼 无奈小琪这才辞了职 陪着女友一起端盘子 然而还未等二人过试用期 女友又开始了作妖 刚刚我去端盘子陪她没一个月 她又听别人说 干威商 她一下又投好几万块钱 她也不去考察考察市场 一股脑投进去 还不是从一手那去进的货 然后转好几手了 然后全是我们兜着了 那我也不愿意把这个钱赔进去 那你说这个钱赔了又赔了 也就当做社会经验了呗 那你赔了多少钱啊 小四万块钱吧 你说那四万不赔 你去整压多好啊 后来呢 你还带她去哪里闯荡过 让她向东她就向东 跟她去珠海了 干嘛呀 因为当时就是说是我朋友 又跟我说是珠海那边 因为是沿海城市 对年轻人的历练特别的大 然后她也在那儿没待几年 然后给她父母买的车买的房 她那找的什么工作 去了一看 是在那电子场里面的工作 特别累 我还有些什么好工作呢 她就是非要证明自己一下 做事不经过大脑 只靠一时冲动 超超三番五次的折腾 二人不仅没有挣到钱 反倒欠了一屁股的债 最终走投无路的二人决定回老家 由于超超和家里人闹败了 于是小齐就带着超超回了自己的家 如果当初不是你把我从珠海 非要拽回来的话 我觉得咱俩今天不是这种局面 什么叫拽回来 那会儿连咱房租都交不起来 消费那么高 什么叫拽回来 根本是没办法才回来的 对啊 我回来我没地方住 我只能住你家 可是我在你家受了什么气 你不知道吗 在小齐家中 超超究竟经历了什么 竟让他如此委屈 说实话我觉得特别的气氛 你自己不知道 你妈给我做什么事吗 我还是气氛呢 你住我家就住我家吧 你看我白天上班 你在家一头都闷到我房间里 就是去上网 连房间都不收拾一下 我妈妈中午怕你饿着 做好那么多菜叫你吃饭 你了你去去点外卖权 你说合适吗 我没手没脚 我让你妈给我做饭了吗 看你怎么说话呢 而且你妈那么大年龄了 我凭什么要跟她有共同的话语 超超的一番吐露 秉德众人十分诧异 毕竟丑媳妇第一次见公婆 一般人想要极力维护好 婆媳之间和谐的气氛还来不及 怎料超超却直接拒绝和未来婆婆交流 超超的态度让未来婆婆很是伤心 但因为儿子喜欢 自己也只能用热脸贴冷屁股 希望有一天能暖化超超的心 可怎料超超接下来的行为 直接伤透了男友和未来婆婆的心 小七母亲深夜生病打来三十几个电话 竟都被女友全部挂断 并清除全部来电显示 然而面对两个心爱之人之间的矛盾 无奈小七只能从中周旋 可怎料女友再次发了疯 那天本来说得好好的去道歉 然后都到楼下了 你非要让我打电话 问问上面什么情况 我妈电话里口气稍微有一点不好 然后你就冲上去破口打骂 这最让我气愤了 真的我现在想一下 我觉得特别的委屈 就是因为当时 她给她妈打了个电话 他们在电话里说是 哎呀那个家里可乱了 快别让外人进来了 我当时就想 咱俩好了三年了 我为什么是外人呢 然后我当时 确实我这个脾气不太好 然后我当时 我感觉我也失去理智了 我直接冲上她家门 我就是想看看 到底是你家没收拾干净 不能让我这个外人进的 反正就是因为你妈讨厌我 才不让我进去 结果我进去一看 她家的地边比脸都干净 你妈什么意思呀 她妈讨厌你呗 所以我 我妈身体本来就特别不好 她一上去 然后就大吵大闹 那会我妈都坐在沙发上 脸色都变了 就算是面对陌生人 超超也应该保持一点温柔 毕竟婆媳关系 本来就是从古至今的一个难题 有了这次不愉快的经验 两人之间的矛盾似乎更大 而超超也顺势提出 拒绝婚后跟父母居住 现在年轻人 谁还跟父母在一起住了 都没影响两个人的私人互相呢 你们只在一起住 是住在哪啊 他父母给他主任了一套婚房呀 多大呀 150平民呢 平心而论 超超这脾气一般人还真受不了 也难怪小七忍受不了 只要跟他分手 没戏了咱俩真的以后没戏了 咱俩好了三年才说这样的话 那早干嘛去了 不行就得结婚 为啥啊 因为我爱他 我离不开他 而面对超超咄咄咄逼人的态度 就连一旁的主持人都看不下去了 来吧 带着尊严走 重新来过 年轻 荒唐 不懂 摔一次反倒好 以后就知道了 不行 超超一直在强调 自己深爱着小七 但反看超超所有的行为 逼迫辞职 怒骂其母亲等等 他真的是爱他吗 三年了 有感情了 有 怎么没看出来呢 既然有感情 就万万不可能 会像你那样说话 哪怕是说 鼻头也要酸一下 眼泪也要掉几滴 因为这三年 他是这样默默地容忍 三年他对你这样 但是你反过来 他对他是那样的 声色俱利 对此 涂雷老师犀利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羊有贵乳之恩 鸭有反哺之义 你听你说的那叫什么话 我没手没脚吗 要你妈来给我做饭吗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他母亲愿意给你做饭吗 不愿意的 你赖自己的儿子 没办法 他母亲愿意让你住到他家里面 一天到晚找一个女生在自己眼前添堵吗 没有办法 因为母爱爱儿子 他一步一步地妥协 但是你妥协了一步吗 你的嘴中除了对他的母亲的不屑和谩骂 你有所谓的尊重吗 你一点都没有 你在别人家里不吃别人的饭也就罢了 你居然叫外卖 那你住别人家干什么 我就不明白了 你还知道跑到这儿来找回你的爱情 但你不想想 你有什么东西支撑着我们要帮助你呢 如果你从今天开始还想找回你的尊严 不管今天跟不跟他在一起 拜托你跟对方的母亲说声抱歉 因为他为了你们两只见识 曾经是一次一次的容忍 甚至答应了要让你们在一起 但是你一步步把别人逼到墙根上 你知道吗 图蕾老师的话深深刺痛着超超的心 他若有所思 而一段好的关系 是两个人互相包容互相理解 毕竟谁也不是天生为谁服务的 凭什么每次都是只有一方在服软 这是非常不宫廷吧 那么好的父母哪去找 你居然还耍心机 人母你打电话 你还不接 然后还给删了通话记录 何等的丑陋 你这么做谁带着你呢 但那钱整牙没用 那都是外在的 关键是好好整整自己的心吧 然而面对导师和图蕾的一番指责 超超非但没有向小琪的母亲道歉 甚至痛哭流涕想要用情感来绑架小琪 在众人看来 如今超超不舍地挽留 只不过是在博同情 如果真心改过 为何不对着镜头 向小琪母亲说一句对不起 60秒 60秒 还有之前的那么长一段时间 我让她给你母亲道歉 她到现在都没有 足以证明 她到目前维持 还没有改正的决心 刚才对你的 所谓的 可怜向也好 祈求也好 全都是权益之计 你居然还问 你怎么保证保证什么呀 刚才我说她没说你是吧 你母亲为了你做了多少的妥协 你这做儿子你有用没用呢 旁观者倾当局者迷 那么接下来小琪又会如何选择呢 看到二人再次重归于好 众人十分诧异 做出任何决定是你的选择 但我由衷地 为你的母亲感觉到悲哀 我几乎可以注定 你将来一定有好日子 但是这不重要 最关键是 你那可怜的母亲 要跟着一块受罪 你们俩好好过吧 那我现在要她一个保证好吗 图雷老师被气得转身就走 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 而小琪再一次对超超心软 殊不知是对母亲的又一次伤害 在两个人的相处中 如果只有一方无底线的忍耐 只会让另一方变本加厉 最终这段关系注定不会长远 但不管怎么说 希望超超可以通过导师的一番话有所改变 多一点包容少一点任性 那么 看完本期视频的你 对于这段复杂的感情 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积极互动留言